大家好,我是小宁子 那这个就是Nintendo Level啦 然后它是一个可以玩游戏的纸盒玩具 那市面上呢,Level一共出了有两款 一个是机器人,另外一个就是我手里这个 叫做五合一套装 那现在它原价大概是400块人民币左右 那你可能就要问啊,就是一堆破纸板而已 它凭什么卖那么贵 它难道就只是一个让我们感到一时兴起 之后就要放到角落里面吃灰的玩具吗 当然不是啦 像这个,我手里这个Level钢琴 那它其实是这个五合一当中比较复杂的一个 我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完成 比说明书标注的2到3小时要短很多 上面标注的时间大概是帮小孩子计算的 用这个,你几乎可以实现一个钢琴的所有音节 它甚至可以调整音色 比如这个猫 和这个奇怪老徒的叫声 或者调整混响和增加古典 如果你有耐心 你甚至可以用Level来弹唱 一声一声两静静 我其实并不会弹钢琴 所以这个呢,我玩的不好 但是我唯一学过的乐器就是二弧学过一点点 幸运的是,我可以用Level来做一个 Level隐藏了一个功能叫Garage 它让你进入一个图形编程界面 允许你去创造一些传新的玩法 你可以用它做一个吉他 做一个坦克大战 而我就是要做一个二弧 Level自带了一些音色 比如吉他、钢琴和鼓 但是呢,没有弦乐 但我发现钢琴的音色拉长 和二弧有一点点的相近 所以就用钢琴的音色来代替了 首先的首先,二弧当然需要一个骨架 大师之剑就再合适不过啦 左Joy-Con模拟按弦 右Joy-Con来拉弓 第一把位的二弧左手一共有四个键 用Joy-Con的左手的按钮和摇杆来一一对应 右手的思路也类似 二弧有内弦和外弦 摇杆一推一拉就分成两种了 用了弦和弓 我们就完成一个二弧 帮我们来试一下 诶,不对啊 怎么可能会有声音呢 这时,我们需要用编程界面里 end的逻辑 把左右手组合按键 通过end逻辑输出到某一个音 二弧中有特色的地方是空弦 我们加入not逻辑 来达到左手不按弦 而右手拉弓时 也能输出到某一个音的效果 依次类推就实现了拉弓按弦的能力 接下来要解决二弧拉弓时的手感了 这个时候右手的Joy-Con两个按钮就不够用了 这就要加入Joy-Con摇晃输入了 再试一下推着摇杆 一拉手柄 Bingo 现在我们必须要拉弓 才可以发出声音来了 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像一把 真正的二弧了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已经铺满了整个屏幕 所以Level并不仅仅是一个儿童玩具 任天堂鼓励玩家去寻找这种DIY的乐趣 我用Level做了一个二弧 相信你会更有创造力 就觉得有创造力 就它是没有创造力 从而飞 化水 云上有一对 它美 不怕天黑 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懂男兴悲 中文字幕 李宗盛